在遥远的森林里有一间小木屋住着莉莉和她的两只兔子朋友毛毛和萌萌 这座小木屋像一颗绿宝石隐藏在茂密的树林里 莉莉是个开朗快乐的小姑娘笑声如清泉般响亮 而毛毛和萌萌这对一跳一跳的小兔子朋友则是森林里的小精灵 有一天萌萌不见了跑到森林深处去玩了 莉莉发现毛毛神情有些落寞 她轻轻拍了拍毛毛柔软的白毛问道毛毛怎么了 毛毛用鼻子蹭了蹭莉莉的手然后指向前方的小胡萝卜 哦原来毛毛也在想萌萌 于是莉莉决定带着毛毛去找萌萌 他们穿过树林跳过小溪一路喊着萌萌的名字 当他们几乎筋疲力尽时来到一片空地 瞧 那不就是萌萌吗 她正在那里吃着新鲜的三叶草呢 萌萌 终于找到你了 莉莉兴奋地跑过去激动地抱起了萌萌 毛毛也跳着围绕在他们身边 我们又在一起了 莉莉笑得像朵花 把他们紧紧拥抱在怀里 从此 莉莉和她的两只兔子成了森林的快乐使者 他们一起玩耍 一起探险 分享每一天的快乐和惊喜 三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便是他们温馨而感人的故事